元朗西铁7218人恐怖襲擊市民 警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 首次告兩人 這兩人分別是48歲和54歲的男子 參與暴動罪 現在告為何突然會告暴動罪 警方表示在有足夠的證據下 控告兩人參與暴動罪 並會跟進26名被捕人士的檢控工作 說與律政司緊密聯絡 索取法律意見 即是問律政司拿法律意見 先告這兩人制期 告暴動罪 首先看回一件事 為何在這個時刻告暴動罪呢 之前動都不動 原因很簡單 就是818 這個和理非大遊行 就是流水式集會 有170萬名市民上街 他的訴求都是說要港共政權 回應我們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他現在做一個勢出來抓人 想著林鄭都說會 即是說會的 跟人談的嘛 坐著跟人談的 不是跟人談的那麼簡單 跟你談 最緊要你回應五大訴求 是回應甚至是 即是說你回應了五大訴求 你搞定了五大訴求之後 可以這樣說 整個香港的氣氛會變回寧靜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你之前有人說 叫人派堂派錢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不是要錢有些東西用錢是解決不到的 是要你真是回應五大訴求 這就是解決現在香港當前的對峙局面 再說回這件事 現在這間721拉了人 最緊要是誰是幕後指使 幕後指使經常說會不會和中聯辦有關 你看看一件事就是721元朗恐襲之後 有市民在7月27日在元朗準備想搞光復元朗或者元朗遊行 然後被警察反對了 然後市民都進來元朗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出來表達不滿 在7月27日的時間在南邊圍一個停車場近元朗西鐵站發現了一輛黑色車 這輛黑色車裡面有藤條、木棍、一頂中國解放軍軍帽 還有一張最緊要的一張電費單 這張電費單的名字逆音就是與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的名字相同 怎樣解釋呢 在這附近找到一輛車 即是看回這圖片 看回這圖片 找到一輛車尾了 即是開了車尾發現這些木棍 這些木棍就是當日襲擊市民的武器 看到一頂解放軍的軍帽 看到一把東洋刀 還有為什麼市民 即是有市民都會打開這輛車呢 就是發現尾座位裡面有些藤條 這藤條也是721元朗白衣恐怖分子黑社會 在元朗西鐵站襲擊人的武器 以及在街道上襲擊人的武器 就是用這藤條打到 你想想網上看到有人的杯子打到花了 爛了 就是用這藤條打了 中聯辦為什麼解釋呢 是不是幕後黑手呢 再看回這件事就是 何君堯不用說 何君堯 即是說他去到元朗和這些白衣人握手 何君堯說辛苦你了 白衣人說不辛苦 另外有些白衣人說辛苦你周圍握手 好 再看回一些片段 就是這裏說 何君堯就說你們是我英雄 是吧 你看回這些圖片這些相片這些影片放了上網 即有人拍到放了上網 為什麼要放上網呢 就是這些影片放上網之後呢 又發完一段聲帶嘛 那段聲帶很江湖的嘛 又是說收數的嘛 那個人的口音都是不準的 又是說何議員何律師 就是這樣說的嘛 喂你被人拍到相片 關我們什麼事啊 但是你要找數給我的嘛 找數給他們的 那班人 錄音說你的死鬼老爸老母的山墳有什麼事 不關他事啊 那段錄音就是這樣 喂叫他找數嘛 何君堯就是想著是不是 是不是跟這個錄音有關呢 是不是 你看回現在整個局勢局面 就說回一件事了 最緊要就是現在有多少人 抓了28個嘛 再看這些圖片呢 南邊圍呢 當日那些白衣人 那些恐怖分子 去了南邊圍一個空地上聚集的嘛 有多少人啊 你看回目測都過百人啦 過百人現在抓了28人 如果抓了一百人 我當你如果真是告這個暴動罪的 那你看回律師費啦 安家費啦 是幾斤計啦 是不是 那你律師費你看回現在真是打下去 你想一下錢是最現實的嘛 那你想一下 何君堯當時訪問他 他說不會跟這些白衣人割席的嘛 現在這些白衣人被人抓了 何君堯是不是會出來幫他們律師費呢 是吧 安家費那裡怎麼算呢 安家費之前都說過啦 安家費什麼叫做安家費呢 就是拘捕了這些人 如果他不讀幕後主路出來呢 就拿到安家費啦 網傳呢 又說中聯辦拿50萬出來給他們 又說二百萬一年 一年嘛 如果坐十六 我當你五十萬 一年十六即是幾多 五百萬 一個而已 十個幾多 五千萬 二百個幾多 五億咯 二百個幾多 十億咯 如果用二百萬來計 一個人一年 嘩 那條數今計幾十億 幾十億安家費 哇 那你是不是之前都計過這條數啦 對不對 那這件事你看回現在 即是說元朗721這件事 即是現在告他們暴動呢 多多少少都對這個民情有影響的 對這個民情啊 都是一個叫做 放出來叫做都是叫做好消息 叫做好消息 如果最好消息呢 就是林鄭拿起勇氣出來 回應市民要求的五大訴求 是吧 那你真是回應要求市民的五大訴求 整個… 即是你想想 經常都說上街 又辛苦又熱 是吧 這樣誰想上街啊 是真是走出來忍無可忍啊 甚至到現在都還有人說呢 真的說收錢的 有人給錢的 即是給錢你說818呢 給錢的人上街又說幾多十億這樣 浪費氣啦 即是你想想 我說我都上街那麼多次 遊行那麼多次 真是一毫子都拿不到 還要捐錢的嘛 你想想民陣有些捐款商 我每次進去民陣那些遊行 集會都好我都給錢的 還要給錢的 是沒有轉收還要給錢的 還要捐錢的 是吧 除了你想想遊行之外 除了民陣之外 亦都很多組織叫你去捐錢的嘛 在街上 就看回了 經常都說有人給錢呀 給錢的人上街呀 我真的老實說 我經常都說多次 哪裏有得拿 你告訴我 我在這裏呼籲人去拿 就給你的記者拍有什麼問題呢 給你的記者拍就說 有錢派有錢拿咯 事實上是沒有的嘛 事實上是沒有的嘛 是沒有拿 你想想這些東西呢 就是說 這些是那些所謂反對派 我們那些人呢 用這些說話呢 老實說 他自己叫不到那麼多人出來 就用這些說話呢 就說這些人出來是收了錢的 其實你看回他那班撐警集會 就知道啦 那班真的收了錢啦 有班是講普通話的 甚至一個小時的 一個鐘頭計的 就走人 散水走人的啦 那班呢 撐警集會那班人呢 就是收了錢的 我們呢 老實說 那麼多人出來呢 真的不但沒有錢收 還要給錢捐錢 還要捐錢的 對呀 對呀 你看回現在整個社會氣氛 真的怎麼解決 其實經常都說 叫人出來的人呢 叫那麼多人上街的人呢 不是民陣叫人上來 是林鄭月娥 你叫人出來的而已 只要你回應五大訴求 那些人就會 整個社會氣氛就平靜 那些人就不會再上街啦 因為上街遊行真的很辛苦的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